女人要想肾好不衰老 这三个坏习惯一定要改掉 咱们女人的肾不好 它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有的时候稍不注意 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 就给你的肾带来伤害 虽然是微不足道 但你招架不住日积一累 今天咱们就盘点一下 在咱们日常生活中 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伤肾的三个坏习惯 首先第一点就是贪凉 那中医讲 寒伤阳热伤阴 冰冻的食物 寒冷的环境 都会伤害咱们身体的阳气 因为咱们身体 必须要保持相对恒定的温度 也就是足够的阳气 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理功能 如果你经常吃凉的食物 或者是不注意保暖 那咱们的身体 就必须要消耗咱们自身的阳气 来平衡和抵消这份寒冷 用以恢复咱们正常的体温 那第二点呢就是 中医把一年四季的变化 都概括为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其实呢一日的变化呢也是如此 早生五长 晚收夜藏 那冬天呢 鼠肾 需要冬眠封藏 黑夜呢也鼠肾 需要夜魅封藏 若不藏呢则伤肾 就有很多人熬夜后会有明显的黑眼圈哈 这个就是伤肾的表现 因为黑色入肾嘛 第三点就是久坐 久坐伤肉 皮煮肌肉 那皮是后天之本 如果你伤的严重了 必然呢就会损失这个先天 就像儿子欠债还不上了 需要老子帮忙还 是一个道理 那一般坐着 其实也没什么哈 但是如果你坐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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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咱们现在人的生活习惯呢 都是坐着看电视 坐着玩手机 坐着吃三餐 出门也是坐车 一坐就不知不觉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哈 那中医养生呢 都是特别重视这个度 也就是平衡哈 所以任何过度的行为 都会对身体有伤害 如果你的情况也跟我一样的话 就是每天的工作就是经常坐着 很少动 一边感觉浑身没劲 一边又有一点虚胖哈 那么养肾呢 就应该先从贱笔开始 这个四神汤就可以经常喝 我们用茯苓 山药 莲子 芡食 做成米糊 或者一起煮水喝 咱们女人哈 只有肾好才能不衰老 那要想养好肾呢 就先做到不要伤肾 那你还知道有哪些这个 平时日常生活中伤肾的坏习惯 发到评论区 咱们大家伙一起来探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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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